水和空气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数万年 和大自然经历了无数次的磨合与抗争 终于换来今天和谐美好的相处 然而地球的每一寸肌肤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污染 污染之下水体生物能否生存 环保之中技术成果能否实现 今天通过金鱼的生存实验 水体的净化实验 探究生命和环保的意义 他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李来峰研究员 几十年来亲眼目睹了工业企业废水排放 和城镇市政污水造成的城市污染问题 身为科研工作者的他 回到实验室决定潜心研究 希望找到一种低成本高效率解决水污染的办法 这就是专门进行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技术研究的实验室 先进设备琳琅满目 科研工作者们忙碌于此日夜不停 这些零零总总的实验设备 正在验证着一项发明 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技术 要想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物理实验 实验员从架子上拿出一个锥形玻璃瓶 缓慢地注入了自来水 又拿出磁粉 将少量磁粉倒入水中 在我们的注视下 磁粉瞬间吞噬了水中的液体 玻璃瓶中的水变成了黑色 磁粉缓慢地下落 无声地平铺在了瓶子底部 接着实验员拿出一块永磁体 贴近杯壁 然后慢慢移动 神奇的磁性现象产生了 透过清澈的水 我们可以看到 磁粉渐渐汇聚成了带状 仿佛宇宙中的尘埃粒子 突然被赋予了生命 水中的磁粉 随着瓶外的永磁体 不停流动舞蹈 其实超导磁分离污水处理的原理 就可以从这个小小的实验中 得到解答 超导磁分离水处理的基本原理 它是一个通过 预先在污水里 加进一些磁种材料 和水中的没有磁性的污染物 进行结合 然后通过超导磁体 提供的比较强的磁场 给分离除 它属于一种物理分离方法 不会对化学造成二次污染 为了达到明显的分离效果 李莱峰研究员将目光 放在了自己精通的超导技术上 磁场强度 是影响磁分离效率的重要参数之一 随着超导技术的发展 采用超导材料绕制的超导磁体 可以获得更高强度的磁场 要实现超导磁体正常工作 临下200度以下的低温环境是必要条件 经过反复的调试 低温制冷机 使超导技术更容易实现工业化应用 实验员将煤化工废水样品取出 放在超导磁分离污水系统的入水端 又将出水端放置了一个空实验杯 加入此种及相关药剂后 开启设备 机器开始高速运行起来 片刻进化后 出水端流出的水就已经清澈见底 后又陆续将印染废水样品进行处理 明显对比下紫色的印染废水 也已褪去颜色变得清澈 传统的污水处理 它是通过一个沉淀池 很大的一个沉淀池 要沉浸很长时间来进行分离 那么超导磁分离 我们是预先通过加一些磁种材料进去 实现快速的分离 水虽然清澈了 但融入到水中的有害物质 是否也一并清除了呢 经过仪器测算 处理后的废水样品色度与浊度 也已明显下降 除了工业废水 更岌岌可危的是城市黑臭河水体 大片黑臭河如死水一潭 存在于每个城市的角落 我们将城市黑臭河废水取样 设置了两组水源 一组是未经处理过的黑臭河废水 一组是经过超导磁分离后的清水 同时将两条金鱼放置到实验杯中 可以观察到 刚进入废水中的金鱼不能适应环境 在不停地向上游动 这是由于 废水中污染物的强烈刺激造成严重不适 金鱼极力想从废水中挣脱出来 清水中的金鱼却安然自在地呼吸游动 十分钟过后 废水中的金鱼已经放弃了挣扎 身体明显倾斜停留在实验杯壁部 与清水中金鱼的悠然自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验杯中的水主要来源于城市黑臭河 主要是由于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直接过渡排放 导致水底发癌发臭 使水上市的使用功能 严重影响了身体环境 右侧黑臭壁中的水金鱼不法生存 发生了强烈反应 左侧飞中的水经过处理之后 金鱼可以正常生存 通过金鱼生存实验的验证 被经处理的黑臭河废水达不到生物对环境的要求 金鱼很快死去了 这些有害物质不仅能够毒害金鱼 如果与人类长期接触 也会对人体造成难以修复的伤害 以往的一些大的污水处理 它需要占地面积非常大 甚至相当于几个水油厂那么大面积 那么超导磁和力污水处理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处理的时间快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占地面积小 超导磁对主要污染物净化效果显著 针对污水中的悬浮物总磷及化学需氧量 净化效果显著 同时可以有效地去除水体的溢色溢物 可以快速有效地改善城市水环境和面貌 缓解水环境压力 它占地面积非常小 可以实现快速的使用和部署 科研人员对水环境的研究远不止这些 他们将目光又投向了海水淡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